您進到我們這個簡報第15頁之後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郭國地球的線上版 首先您看到我這邊有列出它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透過搜尋功能 看起來跟我們用郭國地圖很像 可是它會搭上什麼 維基百科 所以你在找這個景點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它會有這個,來你看 我把這個郭國地球打開 好,一樣我們就進標準的 平常你打郭國地球大概就進到這個畫面 像這樣子 好,那你就直接搜尋你看看 比如說我們來 找這個 101好了 來,這裡 有沒有,你會看到像這樣子 那因為他剛找的是101的 大樓 二樓 我就找到101就好 好,觀景台 你有沒有發現右手邊就會有這個 產生,然後你按更多資訊 它裡面就 看到更多,有點像街景 對不對 好 像這樣子 它會有更多資訊 那 一般來講 標準的景點 它右手邊呢 會有什麼 會有那個維基百科的介紹 維基百科的介紹,它就會直接去那邊抓出來 這是第一個 跟我們用Google 地圖有一點不一樣的 第二個 這個 就比較方便了 為什麼 它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 支援KML或KME 這個東西啊 尤其是我們在 研究用途的話 很方便 因為 以前其實Google地球 這個軟體,老實講 出來已經蠻長一段時間了 但是呢,因為它是研究用途 所以怎麼樣 你看以前我們要分享這些地圖的資訊 要怎麼分享 大家是不是以前都透過Email 對不對 透過Email 那我寄給你 你寄給我 所以以前他們分享方式就是變成這種格式 好,這是共通的地圖的格式 但是 這樣子還是不方便啊 因為你的電腦必須要安裝Google地球才可以用 所以呢 Google Earth的Web版 它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也就是呢,你現在呢 我可以直接在線上 好像我們在 這個網站上一樣 我就直接分享出來就好 好,你不需要再跟我拿這個 所謂的 這種格式的 你在網站上,我就可以直接share給你 那你也可以很方便的 即使我沒有安裝 這個軟體 我在線上直接把這個載入 或甚至我做好匯出 都OK 好,你都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這個是 就是 線上版一個比較大好處 其實我們的 Google Earth Chrome版 它其實就是簡化 我們Google Earth地球的 電腦版 一些功能之後 變成了版本 變成這樣的版本方便大家使用 那當然它也有一些 這個 叫做旅行家 您可以看到 在這裡 在左手邊 剛剛我們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這裡 這個就是旅行家 你看 第一個就是縮時攝影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 體驗的功能 你可以用縮時攝影 那你也可以去看 很多 街景幅化 文化或旅遊的 那些景點 它就會秀給你看 在下面這邊 就可以直接找 有點像是一個 旅遊網站的那種概念 好 好 然後 再來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 您有用過這個功能嗎 在Google 搜尋引擎 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他會隨手亂跳一些地方 讓你玩看 對對對 好手氣 沒錯沒錯 所以老師你 都有給他按看看 我發現很多人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因為平常都直接在上面搜尋 都沒有到Google 這個網 真正的搜尋入口網站 那 這個好手機就是他會隨機幫你找一個 或者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直接找肯丁 或者我找 屏東縣政府 本來我們直接搜尋 好 新政府可能會在第一個 再點進去 那好手機的話呢 不用 你就輸入關鍵字 假設你找屏東縣政府 他會直接打開屏東縣政府的網頁 你就不用再經過 就是 搜尋的挑選 好 那 Google地球 網頁版 也有這個功能 你看 有沒有看到好手機 所以你想 今天 按下去之後 會跑到哪裡 你就可以自己按一下 他就幫你推薦 一個景點給你 有沒有 原來我們跑到澳洲去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所以 這個是我們那個Google 20 網頁版 他 主要的功能 那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資源書籤還有什麼 就是這個 檔案格式 所以其實老師你可以把 Google20的 Web版 當作是一個什麼 簡報來用 不管你是做旅遊也好 或是跟同學介紹 這些景點 因為他上面呢 可以輸入的景點資訊 多很多 多很多 所以我們從這邊來 你們看一下 看到剛剛的 在這裡 你看這個就是 他有搭配那個維基百科的 像我找這個法國的愛菲爾鐵塔 他就會用維基百科的資料 把它再繡出來 然後 了解這樣之後呢 這個 有沒有 這個KML格式 你可以匯出也可以匯入 這個都很方便 也就是說你看 我在這裡 你看我剛剛 這個地方 新增製專案 我把它加進來 這裡 新專案 OK 這樣 我就有一個 這個景點了 那你可以再增加 第2個第3個 比如說 像 您可能會做一些 旅遊的景點 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增加進來 你看 有沒有把它當作一個簡報 那我就可以跟你簡報說 你看我們這個景點 A景點走完 我要繼續到B景點 繼續到C景點 我中間的這些 這個 過程 我可以記錄下來 然後呢 你看 我們可以編輯它 好 你看 點進來 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個的 檔案 然後下面這裡 這些資訊 你都可以自己再改 我來增加一下 你看這裡 它有什麼 有這個網頁的編輯器 所以 老師呢 你在簡點裡面 你要介紹的內容 你就可以 使用什麼 網頁上的資料丟進來也好 或者是來自你Google 雲端令碟的資料 還是你的 這個 就是 Google簡報 通通都可以砍入到這邊 非常的方便 有沒有發現可以切換成 標準的這種 HTML的格式 也就代表你可以砍入一些 HTML語法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讓你的這個 景點的描述會更加方便 那如果你說 我不要那麼麻煩 沒關係 你就增加 比如說你看我從這邊增加 來我找一段 YouTube影片 好 有關於 台北101的介紹 101 好我搜尋一下 當然也可以直接找你YouTube的 好點下去 你看有沒有就進來了 也就是呢我在看這個景點的時候 就有一個 介紹就出來了 那可不可以放照片 可以啊你還可以繼續增加 好我現在不是要YouTube了 我想要找 Google圖片 或者我自己的 我這邊找 台北101 好我搜尋 OK我想要用這張當他們代表 選取 這樣又進來了 你看預覽 這裡關掉再預覽一次 有沒有就變一個slide 對不對 你可以是文字的介紹 可以是影片的介紹 也可以是圖片的介紹 這樣是不是就很方便 那這個是 我們用Google地圖做不到的 因為我們Google地圖就反而是比較單純 它只有就是 頂多你 抓個圖片而已 那文字的部分格式沒有辦法 做太多變化 像下面這些描述你就可以比較 方便一點 像這樣子 這樣你們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 這個是 我們用這個Google地球 它的網頁版 很方便操作的 那 這裡啊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到底Google 20的 為何版 還有待會我們會用到Google20 到底要怎麼操作 平常大家用Google地圖 很顯然 左右 前進後退這個大家都會 對不對 但是 因為呢 Google地球 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我在簡報的16頁這邊 它的操作方式 有一個 跟大家不一樣就是 這裡 剛剛我講的 你平移啦 大小 跟縮放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平常大家就在用 可是 3D檢視 它跟你不一樣 跟我們用Google地球不一樣喔 Google地圖 你看 我們剛剛講Google地圖3D檢視有沒有很單純就是這樣子 你 是不是只能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你來看看Google地球 啊我現在預設是不是有一個 正 應該說一個 就是 天空上直接看下來 那我不滿意怎麼辦 我們剛剛看到這裡 如果可以的話 您可以直接用什麼 滑鼠中間的滾輪按住拖曳 但是我發現我前面這台好像不行 所以我就用第2種方法 我按Shift先按住 我再怎麼樣 滑鼠的左鍵加拖曳 你看一下喔 我在這邊喔 你看 我按住 Shift 加滑鼠的左鍵 有沒有翻過來 你有沒有感覺到Google地圖可不可以這樣做 當然不行啊 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你先試看看 如果你可以的 滑鼠滾輪按住不放直接拖曳 這是最方便的 有沒有老師你的跟我這一台一樣 不能用的 有嗎 你的可以 有沒有現場老師是 就是這個操作方式是不能用的 如果真的不行你就是用第2種方法 但是要注意喔 第2種方法很重要的是 Shift一定要先按 因為平常很多時候你會先按住滑鼠對不對 這樣不行喔 一定要先按住Shift 你再來滑鼠左鍵加拖曳 所以這兩種方式都可以用 只是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我這一台 這個滑鼠會不行喔 還好有第2種方式我可以替換一下 這樣有沒有發現感覺不一樣 按住Shift的滑鼠 那你左右的話是不是就調整角度了 所以 你用地圖沒辦法用這種角度來怎麼樣 做觀看 這樣 對於我們Google Earth 不管是網頁版或是 電腦版都是一樣的操作方式喔 所以這個 有一點點不一樣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 好 來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 來看一下 簡報的17頁 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